很大問題 無論是我們聽到在律政司裏面的同事的聲音 和大家法律界大家都認識的 知道檢控的決定是怎樣去做 整個過程都是完全給不到人有一個信心 他是沒有一個政治考慮 為什麼那45個立刻告暴動罪 而那些白衣人在元朗打人那些 就完全一個都不拘捕一個都不檢控 那那些人又怎樣呢 那所以根本上稍為有common sense的人 都知道現在的檢控的決定 整個程序出了很大的問題 對於今日正是說沒有出來呢 自己的感覺如何呢 其實沒有的 這個司長都不知道是 究竟是有沒有上班 或者究竟他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就是無論是記者招待會他也不出現 我們今天法律界的同業 來到和他是希望有一個見面 但是他都不肯 我們這裡起碼大謊說 有成三千個律師大律師 我們其實是想他去交代 最近的一些檢控決定 因為我們認為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對於人數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現在根本上警方呢 是沒有了分寸 亂按去抓人 亂按去搜捕 跟著呢 加上這個律政司呢 是一個偏頗的一個檢控決定 很明顯他是想阻嚇香港人 但是我想說呢 就是這個不單止不會解決到問題 你這樣濫用你的檢控權力 濫用搜捕權力的話呢 只會令香港人的仇恨 香港人現在的不滿 是更加加深的 因為現在警察在推散的時候 有個武力看到是不斷升級的 而示威者呢 就開始有一些縱火 倒爐 訂轉的 就是包圍一些政府設施的行為 雙方武力不斷升級 其實現在 特別在示威者方面 其實是涉及刑事的 是不是大家對法律室 去到信心 和信任 法律界的體 是怎樣對這些不斷升級的暴力 我們法律界呢 永遠都是呼籲 大家呢 是要一個和平的 一個方式去表達意見 我們見到的就是 這個警方的暴力 是不斷升級 不斷失去控制 而加上現在 今天律政司呢 見到就是 他的那個檢控決定 是完全偏頗 側在一邊 完全沒有理據的 那其實 只會加深現在 香港的分裂和仇恨 所以我們在這裏 再一次呼籲 第一 律政司司長不應該 再牽涉 在任何的 這個 這個檢控的決定當中 因為他自己有一個 角色的衝突 第二 就是 在所有未來 的任何發生的事 如果大家不想見到 那個分裂是繼續加劇的話 唯一的出路就是 有一個 有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 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去處理 過去一連串的事件 這個是唯一的出路來的 大家都不想見到 街頭上面 繼續是這樣發展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法律界 有責任走出來 是呼籲 就是要解決 這個政治問題 是唯一的出路就是 要撤回惡法 還有成立這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會繼續要求律政司 和刑事檢控專員出來對話 這個是很清楚的 剛才說有些律師 都在抗爭者方面有什麼 律師在接到很短通知 才上庭 是不是有這些情況 我們收到我們業界 現在幫助那些示威者的律師 和大律師 跟我說 9點鐘上庭 7點鐘之後早前通知 法律團隊 而其實他們之前那晚應該知道的 而有很多就是去到警署 等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 都不讓他去見那個被捕者 所以我們現在 我相信他很簡單 因為他知道法律界的人手是有限的 他越拉越多人 他就將他們去分佈到不同警署 令到我們法律界的資源是攤薄 但是我想跟香港人說 我們今天法律界 超過三千人出來 所有都是會願意 如果有需要的話 是去到警署 去到裁判署 代表所有被捕的人士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會呼籲你們 去聯絡我們 成立了的很多 這些免費法律支援的熱線 打給我們要求代表的 支援的資金 加到兩萬元 這個很合理 我再次重申 就是任何人士被捕之後 我們法律界都會有一個 免費的法律支援熱線 給你打上去 找律師和大律師去代表你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訊息 我相信你在網上很容易找到 我們法律界這次再一次出來說 我們一定站在香港人那邊 我們一定不會接受政治檢控 還有要求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鄭若華今天不肯出來見我們 這個是極度遺憾 亦都是代表了他是歸屬 亦都是沒有顏面去面對這個示威者 我認為這次的檢控 其實比較多是出現 在網上法律界有這些聲音 其實很少見到 你說律政司裏面自己的檢控的人士 就是檢控工作的專業人士 都出聲的時候 你知道其實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次法律界出來 亦都是回應律政司裏面 發出來的聲音 就是告訴我們其實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今天在深圳有人說 中央可以從事出動的問題 但現在還未出生 其實如果這個總法 那麽合法 我覺得如果他們認為 如果再加強武力 甚至升級到去解抗軍的話 這個只會是 永遠摧毀香港 如果那些當權者還是執迷不悶 因為只要加強武力的話 就可以震懾到現在香港人的不滿 或者是解決到現在的問題 我想再次跟你講 這個是方千打之大謀 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唯一解決到的就是 你是要證明給香港人看 就是你有決心去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還有不要再做一些有騙果 還有很明顯是沒有理據的一些檢控 嘗試去威嚇香港人 OK, thank you Dennis, if Theresa Chang had come out today what would she have seen, what would she have heard? she would have heard the reasons that we will give her as to why the Hong Kong public are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secution decision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a duty to call these decisions out to tell the Hong Kong public that we too do not think that these decisions are being made free from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at if she has the reasons and the evidence she would have come out and explain to us her decisions but unfortunately she has chosen to hide in her office instead of basing the colleagues and members of her profession the legal profession thank you